科学围绕你我他 每天学习了解他 我是火箭叔叔 大象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 它长长的鼻子和扇子般的大耳朵了 还有四只粗壮的大脚呢 像是柱子一样 把它庞大的身躯给支撑起来 所以走起路来自然是慢慢吞吞的 给人一种老实含厚的感觉 的确啊 聪明的大象很早就成为了人类的朋友 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 要是你去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旅行 比如泰国缅甸印度等等啊 八成你会见到被当地人骑乘着的大象呢 当然随着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自由生活在野外的大象 而不是这些容易在驯化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大象了 为了在野外生存 大象其实还是有很多隐藏的技能的 比如吃盐 你一定想不到吧 大象居然也是一个重口味呢 为什么它又喜欢吃盐呢 难道是为了更好的口感吗 当然不是啊 下面我就来跟你说一说 大象是食草动物 主要以草树叶树皮为食 以吃草为生的动物当中比较常见的还有牛 也许你会觉得啊 大象和牛都是吃草的 它们要从草中获得营养 所以它们的胃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 实际上呢并非如此 大象的胃和牛的胃有很大的差别 不管是大象还是牛啊 对它们来说草都不是容易消化的食物 所以为了消化草 牛有四个胃 一个胃无法将草完全消化 所以后面还有三个胃在那儿等着呢 可以逐步的将草发酵之后 然后变为可以吸收的营养 可是啊 我们的大象呢 只有一个胃 它是怎么做到将难啃的草 消化成宝贵的营养的呢 全靠细菌帮忙 生活在大象盲肠里面的微生物 在消化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象有一根很长的盲肠 如果把它铺开来啊 竟然能够将一张大一点的双人床都铺满呢 面积超过了三平方米 这里生活着很多微生物 大象借助这些微生物的力量将吃进去的草发酵 转化为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然而这些微生物也非常喜欢吃盐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象才经常要为了这些肚子里面的小宝宝们 找盐吃 在野外 当大象身体需要盐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吃土壤 其实它们并不是所有的土壤都要吃 而是只会选择那些富含盐分的土壤 因为并不是所有土壤里面都含有盐分呀 所以据说象群的首领呢 必须要具备一个重要的能力 就是能够找到寒盐的土壤 然后带领象群一起去那吃土 非洲就有著名的大象聚集地 其实那里就是大象们集体来吃盐土的一个洞穴 对了 可能大家会问啊 那些饲养在动物园里面的大象 该怎么样补充盐分呢 这就要靠饲养员们的精心照料了 他们会在大象的饲料里面添加食盐 每天大约需要添加50到100克 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去潮湿里面买的一包盐的一半了 是不是很夸张呢 不过这并不算什么 因为一头大象一天就要吃掉大约80公斤的食物呢 或者有点亮度 还是 在这里 尤留